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在今天这么伟大的题目面前 主啊 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真认识 因着你去而被差遣来的保慧师 好让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真实 好让所有的救恩 所有的真理 也因着他在我们身上显为真实 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有送信给大家说 这一堂课就是要被圣灵充满 我需要多加一次 同样是ND207 但是有上跟下 A跟B 因为这一堂课时代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圣灵的时代 但是却发现神额里面对圣灵的认识 常常是混淆不清 我记得我连二十多年前就曾经跟一个传道人 我们两个在谈话的时候 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你就发现整个新约的圣经 当然所有的真理都很重要 但是新约里面有特别特别两个 是在新约时代 甚至关乎主耶稣回来神旨一完成 有两个很重要的真理 在新约的信息里面非常突出 而且占了很大的篇幅 一个就是对于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 因为这是圣灵的时代 第二个是关于教会的真理 因为这是教会时代 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国度 到了新约就是教会的时代 这两个都在这里一直到主再来 主的回来神旨一地完成 那你就发现在这两个最重要的真理上 是被仇敌破坏的最厉害的两个真理 你今天放眼去看各地教会的情形 差不多不是对圣灵不够认识 以至于教会有很多的老旧 死成没有生命 爱民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的情形 弟兄姊妹听到也听不到生命的供应 唱诗也碰不到主 然后聚会就是传统式的形式上的 那么就非常的哭干 很辛苦 另外有一些就又走得非常的极端 所谓的灵恩的运动 极端的灵恩派就喊啊叫啊滚啊 诗歌都还没开始唱 只是鼓一打人就已经开始跳了 开始跳了 我不晓得他在跳什么 这个情绪的激动 人对这种所谓认为是圣灵的工作 有非常非常错误的认识 在地上喊啊滚啊叫啊 有这个狮子叫猴子叫老虎叫 这就是我亲眼看到过的 他们都还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所以有些教会谈灵变色 很怕教会有圣灵的工作 我知道有的教会听到 有人说方言就把他赶出教会 这是完全完全的错误 对不对 但是也有很多的教会 根本就是不造的真理 不站在十字架和真理的根基上 然后乱讲灵恩的东西 所以把神人里面带得非常非常的混乱 所以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教会的真理 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 神要得到一个心腹装饰整齐 我写得像圣承信耶路撒冷充满了荣耀 充满了主自己能够从天而降 但是你却发现今天各地的教会 多少的难处 不要说教会跟教会之间有冲突 有矛盾 彼此批评论断不能合一 各个宗派有很多之间的对立 彼此攻击对方 就连同一个教会里面 神人里面中间也是常常活不出合一 更何况在我们中间所传的 这个意象跟使命 我们讲到真正的合一 相安无事并不代表合一 圣经里面的合一根本就是 同命同心同前途 真的在主的面前是 那样一个荣耀的前途 在这里抓住我们 然后借着同样的一个生命 我们在这里同心地往前 面对所有的挑战 放下自己所有的坚持 靠着圣灵 靠着十字架 来对付我们的肉体 让神的旨意 主自己在我们中间掌权 所以这两个主题都非常非常地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 我们第二个阶段 讲到被改变的生命 生命被改变 决定是圣灵的工作 对不对 我们得救 我们被称义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借着人的信 那么我们被神称为义了 但是将来要进荣耀 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 希伯来书第二章 这是神旨意的完成 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 在永世里面 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在那里永远地侍奉敬拜神 然后神要把新造的天地 交给我们来管 那是怎么回事 你也不要问我 因为我没去过 或是我还没去 去过的人都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 圣经点到为止 到此为止 将来有人管十座城 将来有人 那当然不是只是十座城 神要怎么教 新天新地要怎么管 那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神旨意的完成 是神的儿子要率领 众子进荣耀 所以从我们原本是被定罪的 后来因信称义 到将来有一天可以尽荣耀 中间有一段很重要的过程 叫做成圣的过程 不光我们已经在基督里 得到了圣洁的地位 因为神儿子成为我们的公益 圣洁救赎 对不对 智慧公益 圣洁救赎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你讲到 我们已经有圣洁的地位 我们在客观上已经有份于神儿子的圣洁 但是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问题 所以整个的过程 叫做成圣的过程 叫做被变化 被改变的过程 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连我们重生得救也是借着圣灵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没有人可以进神的国 约翰福音三章讲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们的重生得救 决定是圣灵的工作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 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会称主 很多人还没信主 都已经开始讲主了 很羡慕你们这些人信主的人 他已经不知不觉开始称主了 我这次在纽约 要进来帮我打扫着这个人 他说你来出差 我说我是个基督徒 我是个传道人 我是来这边服侍主的 他自己也跟我讲 他说很羡慕你们 都是有主的人 你看不信主的人也羡慕我们 有主 他们也称主了 我觉得一定有人跟他传过福音 所以你看我们的重生得救 决定是圣灵的工作 而我们整个一生的变化 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变化就包括 我们在地上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侍奉 我们人生的各式各样 过五官 斩六将 这样所有的过程都在圣灵的工作里面 所以当我们要讲到第二个阶段被改变的生命 那么决定离不开圣灵 而且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要让圣灵掌握我这个人 然后圣灵拥有我这个人 圣灵可以自由地工作在我这个人身上 我才能够被改变得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被圣灵充满 我把它分为上跟下 那么上比较稍微帮助大家复习一下 基本上是认识圣灵 我们要先认识祂 那么我下一堂 就是下下个礼拜 因为我们每一堂都还是有操练 那么到了下的时候 我就会更多的重点放在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常常经历 而且活在被圣灵充满的该有的境界里面 那么今天我们讲认识圣灵 在基础神学里面其实我讲过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 在CTC的课程里面认识圣灵 我在里面讲得稍微细一点 那么还有圣灵全备的祝福 我也曾经讲过十二讲 所以如果你们对圣灵方面 还有想更多听的话可以回去听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稍微简单地复习一下 第一个我们对圣灵该有的正确的认识 就是要认识祂神圣的位格 我想虽然圣经上没有出现三位一体 或是三而一 但是圣经的经文 有这么多的经文 可以向我们证明 父子圣灵 祂不是三个神 祂是一位神 但是各有各的位格 各有各在我们身上特别的工作 甚至是工作的方式 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祂说我要求父 父就怎么样 另外 表示耶稣自己也是宝慧师 但是祂说父就另外 那个另外你们可以圈起来 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祂是有祂自己位格的 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这是我们很熟的 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你看很多教会在结束的时候 主耶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 或是圣灵里的交通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都是父子圣灵 我们知道祂是三个位格 那个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这里讲到 像以弗所说 在这里讲到祂会为我们担忧 所以叫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祂有位格的 祂不是只是一个能力 不是只是一种感动 不是一种感觉 所以很多人讲到灵 因为看不到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 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 观念都是祂是一个能力 所以说我没有被圣灵充满过 因为我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子触电 觉得那只是一个感觉 那只是一个能力 那只是一个感受 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子 觉得被释放 我觉得没有像别人那样子 被高游 被喜乐游高过 我们把圣灵的经历 圣灵的认识 常常把它弄成一种主观的感受 一种感觉 或是一种能力的领导 但是其实圣灵是有位格的 如果是能力的话 它不会替你担忧 对不对 然后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 他想要玩匹推尼 他想要玩亚细亚去 那你说到耶稣的灵禁止 圣灵禁止他 或是耶稣的灵不许 表示他有位格 他不是只是一个能力 只是一个感受 只是一个感觉 他是有独立的person 他是一个独立的位格 那么他会替人代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然后他会对人说话 我想我们就不说了 他会替人定义 这些经文 你们有兴趣的话 回家可以查 那么人也可能会 欺哄圣灵 这个时代主的面前 干犯圣灵 或是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他是有位格的 那么第三件事情 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在旧约 讲到神的灵 和新约的圣灵 旧约神的灵早就存在 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神 所以三位一体的圣灵 或是灵 在旧约当然存在 早就存在 而且在创世纪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约灵黑暗 然后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所以你就发现 不管是创造也好 副造也好 或是将来在教会里面 我们现在没有空去 引经文 像以西结书 或是以赛亚书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经文 你发现圣灵 神在工作的时候 神在做大事的时候 或是在带进复兴的时候 都离不开 主的话跟主的灵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旧约 早就有神的灵 只是旧约很少讲圣灵 旧约真正讲到圣灵 其实三次 你用中文去摄取的话 是五次 它原文的意思 跟新约的圣灵 在意义上有不同 它比较着重 在形容这个灵的特点 它是圣洁的灵 正在讲到 它是圣洁的灵 真正地讲到圣灵 我们现在需要 先读三节经文 因为经文太多了 我先把三个 很关键的经文 跟弟兄姊妹先读一下 我们请翻到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大家一起翻到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这是以西节在这里预言 将来主的灵要来到 他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请你们注意到 在这里提到了 那个心我们先不管 关于灵的部分 在这里至少提到了三个灵 第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旧的灵 虽然他没有这样子称 但是你知道我要将一个新的灵给你们 就表示原来有个旧的灵 就是已经堕落了 已经犯罪了 已经有罪性 因为亚当夏娃的失败 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要死 亚当的肉身没有死 他的灵死了 那灵是用来跟神交通的 灵是跟神之间 能够有fellowship的最主要的 channel或是媒介 但是我们的灵就死了 跟神的交通断了 那是旧的灵 那么在这里以希洁预言说 神说要给我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所以这是第二个 所有重生得救 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人 我们里面得到的心灵 我们的灵活过来了 那么后面讲到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这是第三个 从神来的 神的灵要在我们里面 好 那我们第二个 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这三节经文是最基本 最基本对圣灵 我们需要熟读的 约翰福音第七章 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可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的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的 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所以请你们注意到 新约里面所讲到的圣灵 圣灵 圣灵 不是说神的灵没有在工作 耶稣在的时候 都是靠着圣灵 对不对 圣灵上说 用能力来高拿撒勒人耶稣 他说话满了能力 这是借着圣灵 在这里 主耶稣自己说的 口渴地到我这里来 因为信我的人 要从腹中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句话是指 他信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因为那时候 还没有赐下圣灵 为什么还没有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请大家注意 以希节预言 圣灵要来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还没有上十字架 还没有得圣 还没有升天得荣耀之前 圣灵还没有赐下来给众人 蒙恩的人 还是只是像旧约的百姓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施洗约翰一样 神的灵可以在外面感动他 神的灵可以像能力一样 从外面临到他 但是不是内住的灵 还不是生命的灵 它不过是一个运行的灵 大人的灵 可以感动人的灵 是在外面工作的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第三个我们看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六节 这也是主耶稣亲自关于圣灵的教导 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们请一起来读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句话是我们都应该把它 背起来的 另外一位宝慧师 所以跟道成肉身的耶稣 就的位格来说 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又是同一位神 所以主说要为我们 求一个宝慧师 叫他永远跟我们同在 是真理的圣灵 世人不认识他 我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而且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从这三节的圣经 我曾经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 我建议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 去读穆安得列有一本书 叫做《基督的灵》 The Spirit of Christ 特别第五章 他就讲到这一个 圣灵还没有赐下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所以他说 什么叫做新约里面 所讲的圣灵 就是得了荣耀之后 耶稣的灵 就是那个真正已经 得着了荣耀以后 神的灵 耶稣的灵 临到我们身上 叫做圣灵 在肉身里面受过所有的试探 胜过所有的试炼 然后他为我们死 因为他完全无罪 他为我们付了暑假以后 死亡不能拘禁他 罪的毒钩在他身上 没有权势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借着死 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 他为我们身上高天 掳掠仇敌 进到荣耀里去 然后领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 这个中间包括了 完全的得胜 在人性里面完全的得胜 所以我们讲到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整个旧创造里面 你从来没有看到 新造跟旧造 不是 神跟人可以放在一起的 神就是神 人就是人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新造的生命 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是新造族类的元首 祂是第一个人 今天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 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 不光旧事已过 过去羞耻的历史 失败的历史过去 而是我们旧造的生命 也都解决了 今天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耶稣是我们的生命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 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所以这是旧约新约 很大的不同 旧约的神的灵 种在外面人力的灵集 新约当然也有 但是更重要的是 讲到里面生命的运行 所以以佛所书三章二十一节 说到神能够照着 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 要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里面有一个 一直在运行的大力 祂要成就超过我们一切 所求所想的 所以在旧约 当神的仆人 当世事 当这些被神兴起来的先知 要为神说话 要为神行作大事的时候 神的灵就领到他 然后他说话行事有能力 叫火降下来 他把天关起来 他能够参孙那个力量 都是神的灵领到他 等到参孙自己头发被剪到的时候 圣经上说神的灵离开他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所有的能力都出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外面能力的灵领到他 新约是神的耶稣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神能够照着 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 要充充足足地成就 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是很伟大的事 那么在旧约呢 只有少数被神特别拣选的 像我刚才说的先知也好 这些世事也好 或是一些特殊的器皿 被神兴起来 神的能力领到他 神的话领到他 神的感动领到他 他起来为神说话 为神行事 但是新约里面呢 所有重生得救的 里面都有圣灵 真是感谢主 对不对 所以今天早上你看 我发现我好几次ND 都跟主日信息很有关 今天早上主说 然而富人 不是这个 说到富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人大过 四十约翰 然而在神国中 最小的比他还大 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 里面有主 做我们的生命 做我们的力量 不再只是外面的 不再只是少数拣选的 而是我们众人 重生得救的 都有圣灵 从圣灵重生 圣灵内住 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工作 通通都是一个新的境界 那个时候是为了特殊的环境 和需要神兴起庆明 而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是随时随地 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 所以这是很大的不同 那么在旧约呢 常常有的时候是event 是一件特殊的需要 特殊的环境 是一个暂时的灵集 完了以后可能就看见安静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又有特殊的需要 神的灵又临到他 可是新约呢 主是永远地同住 永远地同在 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 这里讲得非常地清楚 他说 他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都是用的 用的现在式 表示是一个持续的 是一个一直的 我不晓得大家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居然生在圣灵的时代 真的 想到这个恩典 我们都应该跳起来的 是复活的耶稣 今天是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心中 跟当初倒成肉身 穿着血肉之体的 拉撒勒人耶稣 他在我们里面 做更大的工作 当初倒成肉身的耶稣 在加利利 在各地 行神机 叫人病得医治 叫人得安慰 在这里行神机 在这里传递神的旨意 传递神的话 同样的耶稣 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了死 经过了复活 经过了完全的得胜 进到荣耀里去 然后今天在圣灵里回来 你知道吗 比当初在地上 彼得 约翰他们 耶稣还没上十家之前 所看见的耶稣 更荣耀 更丰富 怎么讲 我都不知道 吃穷了 你们懂了 他完全体恤我们 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 我们的软弱 他也凡是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 但是他却为我们 预备得充分的救恩 他凡是上 与他的弟兄相同 他要搭救那些 一切忍受试探 忍受试探而受苦的人 因为他非常能够了解我们 神而忍者 今天在圣灵里面 住到我们的里面 旧约提到的这三次 或者中文的五次 基本上这三次 一次是在诗篇 五十一篇 十一节 第二个是在 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节 对不起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 第十节跟十一节 那么中文另外出现了两次 一个是在明述记 二十七章十八节 跟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十五节 我想这个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家自己看 那么圣灵的得着 就是圣灵的赤下 圣灵的赤下 对不起 第二点 圣灵的赤下 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因着父神的应许 神给我们最伟大的救恩 都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要给我们 那么是借着圣灵 把它actualize 把它实现在我们身上 那么是through Christ 但是是借着圣灵 要把我们带进实际 所以在这里 圣灵赤下来 是因为父神所应许的 所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 主耶稣说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临在你们身上 底下就说到 你们要得着 从上头来的能力 主耶稣在十四章的祷告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灰师 就是父神 从父神来的 父的应许 那么也是因着基督的得胜 第二件事情 是因着基督的得胜 祂的死 祂的复活 与祂的升天 所以约翰福音 使徒行传在这里都提到这件事 祂说 这耶稣 神已经叫祂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祂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还有很多的经文 大家回家读好了 约翰福音十六章 祂说我若去就拆它来 那你要知道 为什么我讲到父神的应许 让我们可以得到圣灵 圣灵的赐下 是因着父神的应许 第二个 也是因着基督 祂的得胜 基督如果没有得胜 我们会不会得到圣灵 不可能 不可能 基督如果没有得胜 基督犯罪了 基督失败了 只要失败一次 祂的血就不能洗我们的罪 救恩与我们就无分 那更不要说圣灵 所以你要晓得 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圣灵 一方面是父神的应许 祂的恩典 祂的爱 一方面也是因为基督 等于三而一的神 父跟子 竭力 为我们所预备的 祂很可以只要给我们恩典就好了 给我们赦免 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喜乐 对不对 这够不够 很够了 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喜乐 给我们医治 给我们自由 这都是我们现在很盼望的 光给我们恩典跟祝福就足够了 但是祂要给的是要把它自己给我们 所以父应许了 就等子来完成它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 祂只要有一次的失败 我们就无分 不要说跟圣灵无分 连救恩都无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圣灵 我们都要感谢主 感谢父 感谢基督的得胜 第三个 讲到圣灵的得着 就是借着我们悔改 重生得救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 彼得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请问我们有没有圣灵 有 一定要有把握 我们跟旧约的人不一样 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所以凡是重生得救的 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而且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那么以佛所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那你说到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而且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等于让你先尝一尝 先预尝天恩的滋味 它像一个值一样 就是等于跟一个凭据 你现在所经历的 所尝到的就是将来 你在天上要被浸透在 更丰富更宽广的圣灵的境界里面 今天是一个值 让我们在今生就可以来享受它 我先停在这 比如我讲下一段 就是圣灵赐下来的目的 因为我们是门徒训练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需要暂停 因为怕大家到目前为止 都只是在真理上复习 认识圣灵 认识圣灵 然后回家以后 我想今天出题目的 同工都很难出这个题目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要拿什么来操练呢 你们觉得什么东西 可以是我们未来 这一个礼拜可以来操练的 君知是吗 我听不到了 糟糕了 刻苦帮他翻译大声音 很好 学习听从圣灵的声音 还有呢 彰显圣灵的大能 那万一没有感受到大能怎么办 祷告 经历圣灵替我们祷告 顺服圣灵的管制 这个礼拜学得很好 其实圣灵 我们已经说过了 它是复活得了荣耀之后 耶稣的灵 所以跟我们平常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讲耶稣 耶稣 耶稣 其实都是讲在圣灵里 内住的耶稣 对不对 因为拉萨的人耶稣 道成肉身的耶稣 现在已经带着身体在荣耀里 跟父永远同在了 今天我们对耶稣的经历 讲基督 讲基督的内住 跟主的交通 跟主的亲密 其实就是在圣灵里 回到我们中间的耶稣 就是得了荣耀之后的耶稣 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 一定要从一个有位格的角度 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要再把圣灵只是当作一个 一个感觉 一个感动 一种能力 一种看不见的 一种经验而已 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非常清楚有位格的 其实就是复活的耶稣 就是已经得了荣耀的耶稣 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你不管要顺服祂也好 要顺服恩高的教训 要学习听主的话 学习在圣灵里面祷告 就是在祂的同在中 在祂的能力中来祷告 我们唱诗 我们灵修 我们各方面 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不要去做一些让主担心的事 这都是讲到我们可以在生活 在侍奉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都可以去主观地 主动地 积极地去感受到祂的同在 不要用感觉去 要凭信心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 不要把它弄得confused 觉得跟我从前祷告的耶稣 有什么不一样 或是到底我今天圣灵又来了 那么我要怎么样摆平 耶稣跟祂 会不会吃醋 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位神 只是不同的位格 所以我们心里面所爱的主 平常所称的耶稣 所在乎的跟主同在 祂都是在圣灵里面的境界 来跟我们同在 跟我们说话 跟我们行事 在我们身上运行 在我们身上施恩 底下你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赶快讲 因为今天时间是重在复习 然后下一次我们讲圣灵的充满 那么圣灵赤下来的目的 我在这里只是浓缩又浓缩地 把他提三个点 稍微提过去就是了 第一件事情 圣灵来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 就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 所有的神迹 骑士 大人作为 人的心改变 或是给我们特殊的骑士 通通都是为了荣耀神的儿子 今天早上我们正好讲四曲约翰 四曲约翰整个的一生 就是活着为耶稣 他整个的一生 就是旷野的呼声 看哪神的羔羊 叫人去看耶稣 所以任何时候 任何一个器皿 大家记得 任何一个器皿 不管是单独的或是团体的 任何一个神的仆人 或是任何一个教会 任何一个基督教组织 任何一个复兴的运动 任何一种特殊的经历 恩赐祝福 只要取代了神儿子 该有的地位 圣灵一定把我们放到一边去的 你早晚这个东西要被神拆毁 因为偷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在这里违背了神 在祂儿子身上 整个的工作计划 都是要叫祂的儿子得到高举 你一定会被圣灵摆到一边去 然后圣灵会再寻找新的器皿 继续往前去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Bitty Graham 格里汉 他自己在服侍主的事情上 神给他开了很大的门 这么多人听他讲道 这么历代的总统 都跟他有特殊的关系 可是他在主的面前 神一直在这里 要折服这个人 让他的心中 让他所传的信息 在耶稣的身上 当然后来年纪大的时候 有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 有不同的讲法 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他 但是在这里 他曾经年轻的时候 做过一次见证 就是他有一次被请到英国 到剑桥大学去讲道 你知道剑桥跟美国的哈佛 史坦佛是一样的 都是世界级的一流学府 所以当他去的时候 他就想到这一般人不一样 这一般人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杰出中的杰出 所以他去预备那次信息的时候 他就加倍地紧张 然后就预备了很多这种 要说服这些大脑袋 有理性的人 思想很深的人 所以他预备的内容 例子都跟他平常地讲道 那么简单 单刀直入地 叫人看耶稣 归向耶稣 接受救主 你知道他平常讲道 都是很简单的话 只是叫人归向主 叫人认罪 悔改 归向耶稣 得到永生 他的信息就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那次去建桥的时候 因为他知道对象不一样 他因为他加倍地预备了 很多很多 很理性 很有说服力的资料 Data 因为他那天讲道的时候 他整个人能力出不来 底下的反应 底下的情形 完全叫他非常非常地难过 他回家就跟主人罪 圣灵来 今天只叫我们其中在 高举耶稣 叫人看耶稣 归向耶稣 没有任何的东西 可以来取代这件事 所以圣灵来 我们就看这边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五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他说 我要从父那里 猜宝会时来 就是从父出来的 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们也要做见证 看到没有 真理的圣灵来 是要为主做见证 那么约翰福音十六章 十四节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真理来 是为了要荣耀基督 为主做见证 所以到了十出寻乡第五章 当他们在这里 做见证的时候 说到神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底下使徒说 我们为这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也为这事做见证 看到了没有 整个圣灵来 就是为了要高举基督 要为神的儿子做见证 第二件事情 当我们在这里做见证 before我讲第二件事情 就是人不光在我们的身上 在教会的身上 人不光要听见我们传福音 讲耶稣 人要从我们身上 看见福音 也能够看见耶稣 同样的 今天在我们所有的侍奉里面 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 正好就是圣灵要做的事 我们所服侍的侍公 我们的侍奉 是圣灵要做的事 你就发现 圣灵一定帮助我们 一定把所有需要的 恩典能力赐给我们 让我们事半功倍 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 是自己的计划 或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 你可以花很多的功夫 可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不是用果效来衡量了 你会发现你做得非常地辛苦 不能够只跟果效来衡量 但是你自己在服侍的人 你会觉得非常地辛苦 做圣灵要做的事 你就发现你自己里面非常喜乐 非常有力量 而且常常也是很有果效 也是真的 从前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 他说他有一次到印度去 他到印度去度假休息的时候 他有一天在马路上 因为天气很热 他就在一条两边都种的大树 这个树底下 他就在那里休息 然后他发现有一个扫路的工人 过来扫街 扫这些掉下来的树叶 垃圾 他就从街的那一头 就开始扫啊扫啊扫啊 很认真的扫 那么扫到一半的时候呢 那风就吹过来 又把所有的叶子 树叶 垃圾又再吹回去 所以他就看一看以后 他又只好再从头 又再开始扫 又再开始扫 那么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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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多扫了一点 然后又一阵风来 又把所有的树叶 跟垃圾又再吹回去 那他又再第三次回去 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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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认真 非常负责 忠心良善的仆人 但是没有见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弟兄 看了两三次以后 就走过去拍一拍 就鼓励他从这边扫起 就是你要顺着风扫 不要立着风扫 风随着自己的意识吹 这是圣灵 所以今天你要照自己的意识做 你就加倍地辛苦 很多的时候徒劳无功 但是当我们在这里做 圣灵要做的功 其实圣灵要做的功 就是荣耀神的儿子 叫神儿子得荣耀 为了神儿子做见证 你就发现我们的功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生活容易很多 你今天养孩子 你到底是在为神养呢 你是真的为了他永恒的好处 生命的好处来培养他呢 还是只是为了你一个自私的父母 为了想跟别人比较 或是你因为受了世界的熏陶 照着世代的潮流 觉得我要这样子养孩子 你是照自己的意识吹 还是照着世代的意识来养孩子 让他也能够为主做见证 让他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让他愿意为主而活 所以不是只有讲侍奉 跟你我的生活都一样 今天我们在选择职业 选择职场 你出去找工作 前一阵子被Lay off了 最近找工作 发现有三家公司给你offer 那你是根据什么挑呢 根据薪水的高低吗 根据project你喜不喜欢吗 根据这个公司是有名的公司 还是没有名的公司呢 根据这个机会 到底将来的前途如何 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分析 去比较 但是我们缺少了一个 回来祷告主说 主 你要带领我去哪里 哪里是你要我去的地方 所以愿意为主用 愿意为主而活 愿意为主做见证 那么主要怎么用 什么方式来用 那是祂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心 必须是跟圣灵 今天所生活 所侍奉 所有所做 所行 你要配合圣灵 你会发现容易多了 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 整个工作的目的 第二个 祂带领神的儿女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最关键的经文 就是说圣灵来 是要把我们 带进真理的实际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 其实我们没有时间了 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 祂要带领我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约翰福音16章13节 或是进入真实 今天圣经很多的真理 很多的应许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讲到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借着祂也都是实在的 就是换句话说 所有神的应许 今天在基督里 我们都可以经历的 都应该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怎么进入呢 祂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 祂要引导你们 或是帮助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约翰福音16章13节 所以我不晓得 弟兄姊妹 大家对这个点的领受是什么 那很多 你看圣经里面说 祂用喜乐游高我们 那你有没有被喜乐游高过 有啊 只有一个人 祂将施恩悔改的灵 交关下来 你自己信耶稣 都知道自己是罪人 但是有没有过 在圣灵的光照中 看见自己的污秽 看见自己整个人在神面前的败坏 而在主人面前 真正几乎撕裂心肠 彻底地在主人面前悔改 承认自己的败坏 圣灵来把我们带进去的 圣灵是能力的灵 那么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没有力量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起来 靠着拿撒人耶稣 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呢 是接着圣灵 所以圣灵来把我们带进 所有真理的时期 所有的应许 所有的真理 所有属灵的福分 因着圣灵的内住 因着圣灵的运行 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帮助 祂要把我们带进去 所以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荣耀的盼望 充满了上头来的能力 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事 干嘛都没有力量了 你就发现那天服事却特别好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有 不是要赖皮 而是很多的时候 在你完全都认为 今天完了 垮了 惨了 砸了 然后你把自己完全放下来 没有想到基督的能力 在圣灵里面复辟我们 反而让我们今天的服事更好 这个不多说了 那么第三个 圣灵来 它是要完成神的旨意 我在这里提到这三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它在这里基本上 它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整个叫万事互相效力 圣灵在这里为我们调度万事 叫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被造的人 那么这些所招来的人 他就预先定下了 要效法祂儿子的模样 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 圣灵的管制就是为了这个 圣灵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在做 第二件事情 哥林多前书或者以佛所书都提到 圣灵来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赐下各种的恩赐 他在这里成全圣徒 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 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 他说不管我们是犹太人 是西尼尼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然后临前十二章七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要叫人得益处 所以这个人蒙他言语的恩赐 智慧的言语 那个人蒙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 还有一个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在这里讲到各样恩赐的时候 讲到圣灵临到人 或是把恩赐赐给人 是要叫人得到益处 为了什么 能够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第三个 讲到圣灵在这里预备心腹 要迎接主的再来 不光建造教会 把恩赐赐下来 而且他在这里预备好心腹 让心腹装饰整齐 那一天可以迎接羔羊的回来 我现在只是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很快速地把圣灵 他的位格 我们对他该有的认识 还有他整个赐下来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 虽然这个礼拜 比较多一点是在真理的复习 但是我们对圣灵应该不陌生 我们怎么样子你从生活里面更多地去体会到 他真实的同在 而且他真实的内住 圣经上哥林多告诉我们 说主就是那灵 旧约所谓预言的那个灵要来 主说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 所以到了新约保罗就告诉我们 说主就是那灵 我们的灵跟主的灵 二人成为一灵 二灵成为一灵 是合一的 是联合的 这是太荣耀的事 我们算得了什么 居然能够在圣灵里面跟基督是合一的 这个就成为我们整个生活 侍奉行路的力量 面对各样环境的力量 这是里面 外面圣灵替我们调度万事 在这里管制我们 培养我们 建造我们 预备我们 该拆毁的拆毁 圣灵在我们里面 该折服的折服 该破碎的破碎 让我们里外圣灵都在工作 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 活出基督的人 成为一个进入救恩的人 成为一个基督身体里面 不可少 而且那么荣耀的那一部分 为着那个荣耀的日子 所以我今天重点讲到这 那么我下一个礼拜 就是下下一个礼拜 我会重大讲到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圣灵内住 在我们身上最常有的经历 有哪些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丰富的 更真实地住在圣灵里面 那么哪些圣灵的经历 对圣灵的了解 体会是错的 有一些简单的提醒 那么大家都可以回家 先读讲义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 有个祷告 主 我们再次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 不光我们死在最后过犯中的时候 你为我们流血赎罪 救赎了我们 而且你更是在我们连想都没想到的里面 你把这么荣耀的生命和圣灵赐给了我们 主啊 我们为了你的得胜 我们感谢你 为了你得了荣耀 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感谢你 也更为了你今天在圣灵里面 你肯降卑地住在我们心中的马巢 住在我们心中的加利利 你一样在这里行走 一样在这里施恩 一样在这里医治我们 改变我们 提升我们 变化我们 主啊 我们为了这一切的恩典 我们感谢你 但愿在这一个圣灵的世代里面 我们对你有准确的认识 我们也能够常被圣灵充满 谢谢你 你听我们的祷告 圣灵既然来 来就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儿子 来要为神的儿子做见证 为了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和应许中 我们就为了未来 我们对你的认识和经历 就求你真实来帮助我们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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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